我们把那个刚刚部分 特别注意Input Box这个 另外的话我们主要是Criteria 所以你录制完之后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Criteria 1 这边是1 也会有2 那什么时候会有2 其实主要你录制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录制的 这有时候 我这刚刚卡住的地方 我把它切回来 那记得就是最后一定要把取消筛选一下 那特别之于如果说呢 它什么时候会有1 什么时候主要是根据这个 如果你文字筛选 假设你上面是放的资料是文字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会出现是文字筛选 如果是这边的话会是数字筛选 这边的话呢会是日期筛选 他很聪明 他会知道你放什么样的资料 那如果是文字的话呢 什么时候会有两个以上的这个筛选条件 比如说包含 这个等于有没有 等于的话是你里面的字要一模一样 那一般会假设文字通常是包含 包含的话就是用万用字元 前后会有一个百分比符号 不管开头是什么 不管是 比如说你今天假设 你打个小好了 他用包含 他会自动在这个地方 帮你加一个信号 小什么 有没有 用包含的话 那因为会有且 或的话 所以会有一个以上的条件 所以你可能 第一个是小 第二个的话 等于 比如说里面包含 什么 小米 假设 那这边的话 就有 quartier 1 quartier 2 就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而且他还有分成 所谓的 这个联集跟交集 所以会有不同的 那录下来 其实回去 我可能回去 有时间自己在录录看 不同的东西 录下来的结果 也会有不相同 所以他将来的话 会在这个地方 会产生变化 还有就是说 那个field 指的是第几栏 三个的话 指的A B C 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业务这一栏 所以第三栏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 不需要重新录制的话 你可以修改什么 比如说我要查产业别 你就把field 改成4就可以了 所以栏位的变动 所以有的东西 不需要重新录制 你只要去修改 你已经写好的程式就可以了 那主要架构大概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在筛选 它有时候 那个按钮会变形 所以这个变形 你要预防它 按钮变形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控制 控制项的格式 里面有个摘要资讯 大小位置不随 可以促成个改变 这边选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 不过我发现 2013以后的版本 好像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了 反正2010以前的版本 它因为你的筛选 会把那个什么 篮宽变小 所以会变一条线 目前好像看起来这个没有发生了 如果将来你遇到有这样的状况 记得就是格式上面变动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刚刚有提过 有这个因变形 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里面的说明 这边有大小位置 不随储存个改变 接下来的话 如何将那个筛选改为关键字 其实就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包含 刚刚是直接打勾 打勾的话 它就是等号 如果包含的话 那特别注意 它里面有哪一些的改变 原来的话是 我刚刚跟各位讲 有没有 小 有没有 前后你会发现它帮你加什么 等于 有没有 等于start 后面再加个start 不管前面是什么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地方 改成那个所谓的 关键字查询的话 那记得也是一样 你要在原来加一个x 我们本来好像直接加一个x 你变成说你要加这个 加一个等于start and 后面还要再加一个start 不管前面是什么 也不管后面是什么 那就会自动帮你避开 就是自动帮你把那个有关键字的东西找出来 其他的话呢 刚刚有还有提到就是有关那个 房呆 第一个房呆是所谓的 如何防止查询的那个名称已经存在 而产生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比如说我今天房呆一 这个地方 假设我把这一段 干脆我 我一样 我刚刚讲过就是 筛选业务 Ctrl C 再来呢 把它Ctrl V 贴上一个 然后呢 我们就是 再把这个加上一个底线 也许我们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房呆好了 多这两个字好了 就是 那总共呢 可能会有几种可能的房呆情况 我这边有大概抓了几个 第一个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 一样的名称的产生错误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没有填写资料的话 假如他直接按确定 他没填东西 第三个就是说呢 如果查没有结果 查没有结果 你当然跳出没结果就好了 你就不需要怎么样 还帮他新增工作表 里面没放东西 那不是怪怪的 所以可能想到的 会有这三种 房呆 那我们怎么样针对 第一个做房呆 把这一段 也许 那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呢 什么时候去做房呆的判断 那第一个就是说 当他输入一个关键字之后 那我要先去check一下 所以我要怎么check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forI等于第二个工作表 到最后工作表 做什么呢 先把每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先抓出来 看一下有没有跟什么呢 跟那个x是相等的 有没有 如果相等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删掉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我想 把这个 先写这样 最后记得 要is is for 跳离回圈 为什么要is is for 因为已经找到 不会有第二个 ok 所以 你不写这个 他只是 会继续找 浪费一点时间而已 并不会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比如说我要找小 把中段点放这边 找一下 小咪 找到了 按个确定 这边有的 刚刚会卡住 现在呢 还是卡住 为什么 因为 那个什么 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 应该要增加一个 那个 筛选取消 这个按钮部分 这个我刚刚有把它改了一个版本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 指定这个房呆的 小咪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小咪找到了 然后呢 我们来防止 所以我从第二个 一直比对到最后一个 所以 第一个是不是 不是 换下一个 第二个的名字 是不是小咪 诶 第二个名字 刚好 应该是第三个 因为for i的意思 好 是不是 好 接下来的话 把它delete掉 delete掉很简单 就是什么 据着i 点delete就好了 OK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 它会跳这个 跳这个讯息 这个讯息的话 就是一个叫alert 这个alert 就是 它会一直跳 不过还好是 因为这边只有删一个 可是如果你会P字3的话 它会一直跳 一直跳 那这很麻烦 你一直按 所以如果你要P字3 足100个 你一直按100个 才会全部删完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你会想说 那老师可不可以把它关掉 比如要删了之后呢 它跳出来 那这样很 如果你要把它关掉 很简单 其实跟前面的逻辑一样 诶 什么了 application 诶又是他 我讲过了 因为他是老大 他是这里面的最大 application 没有比他还大的 ok 所以VBA 就是指的是他 VB Visual Basic Application for Excel 所以这是Excel 里面的application 好 点什么呢 显示那个alert 显示的话是什么 displace 所以dis alert 就是那个东西 alert ok 那你就把这个点两下 关掉的话呢 等于什么 等于force 但是你最后呢 把这个回 就关完之后 它删完 记得怎么样 再把它打开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行 一样怎么样 把它复制到底下 当它怎么样呢 已经删完之后呢 记得吧 再把它打开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呢 把它全部 执行过 它又重新 查一遍了 新的 不过如果我再把它执行 如果这个时候小蜜的话 你会发现它就是 这边 刚刚会跳alert ok 现在会不会跳呢 现在基本上 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那个alert 就不会跳出来了 ok 这也是蛮重要的 displacealert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个房呆一 如何 就是 如果有一些 就是 一样的名称的话 那我们会需要怎么样 先检查一下 所以呢 这边 一样跑一个回圈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写法 跟前面的那个 检查 那个日期是否相同 不 检查 是不是一个日期格式的写法 完全一模一样 4 i 等于第二个工作表 到最后的工作表 帮我怎么样 如果 它的名称跟x一样的话 那我就把什么呢 把那个工作表给删掉 所以其实写法 写来写去都差不多 所以第一个 如果 房呆一 就是 假如有一样的名称的话 那你就帮我把它删掉 好